接下来我们看第三种情形 第三种情形就是 F它在负无限大到正无限大 也就是整个十数轴上面 它都是连续的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函数 从负无限大积分到正无限大 那么这个积分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从负无限大积分到A 然后再加上 由A积分到正无限大 那这个A你可以随意的 从这个十数轴上面选取 也就从负无限大到正无限大之间选取 那根据刚才的这个定义 如果上下线出现正负无限大的话呢 那我们就把这个正负无限大呢 用一个负无限大用一个S来取代 做这个广义积分 然后再加上这个A积分到 对不起这边写错了 好我们再加上这个正无限大呢 我们用一个T来取代 那由A积分到T 那如果这两个呢 都同时都收敛的话 我们就说这个广义积分它是收敛的 那如果任意其中一个发散呢 我们就说它是发散 好那么我们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呢 假设我们现在呢 要从负无限大到无限大呢 做这个小1的X次方 下去做积分 那这个积分呢 根据上面这个定义 我们就把它呢 拆成 从负无限大到0 小1的X次方 然后再加上呢 从0呢到正无限大 下去做这个积分 那么前面这里呢 我们就让这个S 我们就让这个S呢 趋向于负无限大 那么这边就是S呢 积分到0 小1的X次 然后再加上呢 第二个呢 我们就用一个T来取代 这个无限大 然后呢 从0积分到T 小1的X次 好那么这个积分呢 因为小1的X次积分 还是它自己本身 所以呢 第一项积分以后 还是小1的X次方 这是S到0 那第二项呢 T趋向于无限大 Limit 那么这个积分出来也是小1的X次 那上下线是0到T 那么前面这个极限呢 S趋向于负无限大 那么小1的0次方代入的上限代入是1 剪掉下线呢 就代入变成小1的X次 那第二项呢 Limit T趋向于无限大 这个上限呢 带下去是小1的T次方 下线0带下去呢 小1的0次方是正1 那么这个极限值呢 第一项这个1还是1 那小1 那小1 这个S趋向于负无限大的时候呢 小1的负无限大呢 是趋向于0的 好 那么这一项呢 这个当T趋向于无限大的时候啊 因为小1是2.7多 那它的次方越来越大的时候呢 这一项呢 变成一个无限大了 变成无限大了 所以呢 这个是发散的哦 好 因为它没有趋向于一个有限 而且固定的值哦 所以我们说呢 这一个 狭积分呢 它是发散的哦 这个狭积分 它是发散的哦 这个狭积分它是发散的哦